他说疫情使得美中关系严重的受损 也借此对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前两天释出的态度软化善意回应 泼了一桶冷水 川普前往佛州造势 在空军一号上再度抨击大陆是疫情祸首 甚至扬言不考虑美中第二阶段贸易协议 川普认为美中目前关系严重受到损害 他不考虑进行第二阶段冒险 而关系恶化的原因就是大陆并未阻止疫情 而川普最新重炮抨击大陆 显然也是针对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针对美中关系目前困境直接回呛 推动中美关系走出困境 重回正轨 所以这个世界不应非黑即白 制度诧异也不应导致零和 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美国 外界解读王毅企图释出善意 但川普不领情继续追杀大陆散播疫情责任 似乎想借反中牌挽救低迷选情 在选情低迷下川普选择持续打反中牌 因为只要不进入第二阶段谈判 美国将不需降低目前对大陆关税税率 但巩固农民支持者会不会引发大陆暴富 再度掀起两国贸易大战 将看大陆方面如何出招回应 记者综合天综合报导 继上个月日环时之后 现在还有一股追星热 画面上看到的是名为尼欧怀斯的新彗星 而北半球包括了台湾 用肉眼就能够观赏到 天文学家建议 7月中旬以前最好的观看时段 是日出之前朝东北东 7月中旬之后可能就要等到日落了 7月中旬之后